艺术家莫切勒博士已经在中国上海居住了四年 他是唯一一位住在中国的塞尔维亚艺术博士 在当下,疫情时代使艺术家莫切勒陷入反思 本次展览中分别展出了莫切勒博士两个系列的作品 《平凡之下与平衡》 前者是在布满网络媒体的社会环境下 对我们繁忙的生活进行反思 而后者,通过视觉的方式自我观察与感受 让自己在困难的时期去寻求慰藉和平衡 网络媒介指引着我们注意力的方向 社会角色指挥着我们如何生活 看起来,通过这两方面 平凡的生活就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艺术家莫切勒意识到 这里面没有情感状况和自我的真相 它用视觉语言将内在的精神上升到画面 不断地与之对话、探索、感受、思考和去表达 疫情迫使我们按下了暂停节 在这之前,我们好像跑得很快 暂停也许会给新的事物一个生长出来的机会 那这样的暂停,您认为它会运输出什么新的事物呢? 欢迎大家在7月2日出席本次的展览 《平凡之下》的开幕活动 展览将会持续到7月31号 非常期待您到H Gallery的空间来 跨越到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世界 Lun Sang-Lun SangOP Lun Sangami !lun Sang-Lun Sangacağım